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它的功能确实还是不错的 那么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功能是三个 背景移除 以及合成工作区 批量移除 那么这里面的合成工作区 实际上用处并不是很大 反正我觉得这功能属于可有可无的那种 那么背景移除以及批量移除 这两个功能挺不错的 它背景移除的功能以及效果 可以说是我见过的统列型产品里面 效果最好的 就甚至是PS 那么它的移除效果呢 也比不上这个工具的这个移除效果好 所以这个单说这个背景移除的话 这个工具确实非常的不错啊 非常的可以 好我们直接看项目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这个今天的包 5.16G不大 这个还是启动就行了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好这样就启动完毕了 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地址 点一下打开啊 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啊 呃都是中文的 为什么太多可说了 咱们直接来做演示 然后呢我们来找一个图像 表示这个图像啊 呃它这个是快速移除啊 就是不需要你去做任何的操作 只要选中图像 那么这边就会自动开始运行 待会呢我们跟这个PS这边的这个 效果呢 咱们做一个对比 效果呢 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好然后我们再来换张图片 这一个啊 它这边有一点小问题 就是这个图像呢 它有时候会出不来 当然这个并影像去中结果啊 这样的 然后这个是它这个去除之后的 一个效果 大家看去除的非常漂亮 然后呢我们拿这个来做一个对比 这个是咱们这个PS 然后呢这边点这个移除背景 给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 这是PS的移除效果 然后呢这边项目这边我们看一下 输出人件加 这个是这个 项目这边的一个移除效果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首先呢这个头部这边 然后PS这边呢没有去除掉 它没有去除干净 但是这边呢 去除的非常干净 包括这个华尔滩也没有去掉 然后呢这个下面 我们放大一点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些 残留的东西没有去掉 但是这边呢就去的非常干净 所以这个工具的这个 只说这个移除背景这个效果 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好就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快速 删除啊 这个下面呢还有一个 图片链接 这玩意儿呢就不给大家试了 就是你在网上去找一张图片 然后呢直接把他的这个 地址复制下来 然后贴到这 敲一下回车键 然后呢就可以进行一个背景的去除 这个是更方便的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功能 处理和替换 那么这边呢需要去上传一个这个 我们还用这个吧 这边呢需要传一个背景图像 随便找一个 这个图价 然后呢这边它会自动运行 全部是自动的 它的意思就是把两个图片合到一起了 这个功能很鸡肋啊 没什么太大用啊 大家看一下就算了 这就是这个效果 下面这些呢可以控制一些位置了 颜色亮度等等之类啊 这个大家自己调吧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功能 批处理 那么这个批处理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这个批量 去除背景 这个 然后这个 再来选一个 这个 选了五个啊 然后点那个处理所有图像就可以了 这个速度挺快的 这个功能比较有用 大家需要处理很多图片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工具 主顾五张图片 打开输出文件加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这个 厂上里的所有的图 看一下 你看这个去除背景的效果 效果确实遗留 这个工具呢还是不错的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下载一下 大家拜拜